天下第一刀和五六式礼兵枪究竟有多特别 竟然能成为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气质保障 一直以来解放军的三军仪仗队 在展示大国仪仗威严气质这一块 算是拿捏得死死的 无论是在高规格接待外兵过程中的仪仗队列 还是国庆大阅兵从护其行进的步伐 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仪仗队所无法匹敌的 而这其中除了由我军对仪仗标准的高要求 以及三军仪仗队员的严格筛选和刻苦训练外 三军仪仗队手持的武器装备 在这种威严气质的生成上也功不可拨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寒光闪闪的指挥军刀和礼兵枪 礼兵枪分为仪仗队员手持的五六跟一式 半自动礼兵枪和护其手 以挂枪姿势所持的五六一式自动步枪 而军刀则更有讲究 一般有走在棋手护其手之后 第二排的知行队长和分队长三人持有 他们不吃枪只吃刀 在队列行进过程中目视前方行举刀里 另一只手则是同样横光闪闪的刀鞘 在引导队列前进的同时 分别代表五军最基础的陆海空三军指挥官角色 因此他们手持的指挥刀不仅经过精心设计 而且经过严格的锻造和检验 甚至官方直接给其定命为天下第一刀 并且从1992年江主席亲自下达命令启用以来 就一直是我军三军仪仗队的绝对门面担当 从哪里看一个人的身体好不好呢 答案是肺和咽喉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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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义务 刷牙恶心肝藕 有时候还喜欢 嗓子干 半夜起来找水喝 早晨起床嘴里干 嘴里苦 嘴巴味道大 这是体内的筋液不够 喝再多的水吃再多的润喉片都没有用 不要焦虑 试试下边这个搭配 胖大海 罗汉果 菊红 干草 金银花 绝名子 陈皮 琵琶叶 蛋竹叶 加点冰糖 加水煮20分钟 每天一杯坚持一周左右 它简直就是喉咙的救星 每天喝上一杯 喉咙感觉在按摩 非常舒服 清清润润 冬季天干地糟 只喝胖大海 罗汉果茶的黄金时间 嫌麻烦 没有时间煮的话 下方小黄车有配好的成品 就是这个人和胖大海 罗汉果 菊红尘皮 草本清口茶 每天取一小包 用开水冲泡五分钟就可以喝了 喝完后清清爽爽 喝再多水都没用的 泡上一杯这个试试 现在还有活动 每天早晚来一杯 坚持一星期 管用 你就告诉十个人 不管用 你就告诉一百个人 其在细节设计上的多重深刻寓意 更是展现了我国作为一个军事大国 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定团结的信念 以及爱好和平的不凡气度